西環麥當勞發生了一件挺恐怖的事 恐怖到大家都不相信 為何有一個麥當勞的職員 還要是剛剛上班幾天的職員 因為跟麥當勞的經理有些口角 因為是關於工作的事情 而忽然之間就衝了下去 就過了一條馬路 就拿了兩把刀 一把就是薄一點的 一把就是斬豬肉的刀 就回到麥當勞餐廳那裡 對呀,泰拉人說得對 就去行兇啦,所謂的 很恐怖 很恐怖,多謝你的夜公姐妹 多謝你 很恐怖 我沒有見過什麼叫做血流如珠 大家聽過這個形容詞叫做血流如珠 就是噴出血的血 而餐廳經理就是被行兇者用刀去斬後面的頸 以及他的頭骨會破裂 送了去瑪麗醫院進行急救 現在暫時就… 據聞說還是藝桌 希望這位經理大埔纜過 最重要是平平安安 這件事裡面 其實你要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所謂的80後90後00後的人 據聞就是他們有一些事 當然不受得氣,大家都知道 除了不受得氣之外 他們是會用暴力去解決 轉了嚴重 very good,very good,very good 轉了嚴重就好了,Kelvin 但他可以不用進入ICU 據聞昨天的新聞 就是他仍然都在一個深切治療部 在intensive care 現在他戰為嚴重就好一點 希望轉為普通 希望吉人有天相,大埔纜過 我自己覺得就是… 口角怎麼會沒有呢? 是嗎? 即是等於我也會罵我的同事 但是我不會去找把刀去斬人 即是你喊殺 說真的,一定有的 兩夫妻都有 但是你不會打你老婆的 你不會打你老公的 吵架怎麼會沒有呢? 譬如兩夫妻也好 兄弟姐妹也好 父母,父親母親 有時都會喊一下 當然現在不同了 因為我沒有了爸爸 我媽媽說些什麼 可以…你對…你對… 不要爭論 但你不會去動武的 你不會去拿東西 你不要說拳頭膠 你不會拿東西的 他仍然是這個29歲男子 還要跑到50米的豬肉檔 拿把刀衝上去 你會做什麼呢? 這些是否已經失控 我經常是這樣說的 喊殺一定有的 譬如大家看到在Facebook、IG 都可能會有一些片段 例如地鐵的爭拗 例如撞到人、踩到人 或者今天我看到一段影片 有一個男人在上層聽歌 又不用耳朵 又不用耳朵 直接播出來 後面的先生、前面的位先生 就罵他 也有口角,但沒有動武 這些都是啦 那個人當然不對 你聽歌就不用耳朵 你就塞耳朵 你不應該,別人可能不喜歡聽你的歌 尤其是真的 我都覺得 我有時 我的性格都是抱不平的 之前我都說過一個年青人 我當然很生氣 你知道年青人很喜歡打機 拿著機器這樣打 你打機不要緊的 但他開到 多謝Woody 這一個音樂 你 quizzes打機的音樂 你知道哪些有的音樂 會有 Talie 這樣子 對不對 對了 你旁邊的便很家智 是嗎 今天我看到一段影片 其實並不是打機 只是聽歌 這也不對 因為巴士其實是公共的空間 有很多人在坐 可能有人想睡覺 可能有人想向了一下電話 所以日本也好,一些叫靜音的車廂,JR也好,或者是他們的火車也好 當然,他們其實在他們的 mentality 已經不分了 為什麼呢?他們一有電話是怎樣的呢? 他們寧願不接,去到第二個站,他們自己出去了月台 才打電話給他們的朋友,他們是不會在車廂說電話的 這些是好東西,就要學習,不好的就是不要學 所以有時候,自己做好一點就不用有這樣的爭拗 說回這裡,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看到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當然,鑽石山丹事件,現在那個人已經說了 就是橫壓監防,以及有兩個精神病醫生已經說了 他是適合出庭作供的 所以他都會去做一個trial,去接受聆訊 這件事件反映了什麼呢? 這件事,反映到我們的年輕人 第一,受不了壓力 等於我們剛剛讀完書出來的時候 我想,我問了大家都不怕 有誰還沒被你們的上司罵過的? 誰還沒被你們的老闆罵過的? 我就一定被人罵過了,剛剛初出茅廬 二十多歲,剛剛第一份工作 什麼都不知道 又不知道美國辦公室政治,又不知道什麼 當然當然是會被人罵的 罵的時間,你就在這裏學習 究竟為什麼我被人罵? 我下一次就不要這樣做了 大家都很明白這件事 但你看到這次這件事件 正正是告訴我們這班成年人 我們這些青年人,原來受不了壓力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邏輯的話 到處都是炸彈的 總之,成年人被上司或經理罵的話 就會斬人,就會打人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 那我歸咎於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遺忘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混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說 當然,黑暴事件有很多人說 正常台、正常傳媒都有說 我也是罵到梁家傑飛起 你要看到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後果 和帶來長遠的影響 這個混蛋 這個混蛋在做公民黨 做主席的時間 也身為一個資深大律師 這個混蛋竟然可以說 暴力有時可以解決問題 雖然已經過了差不多四年多 我覺得 不是我都要入他掃 因為根深替故了黑暴 有一些人 就會覺得 我是為正義出來的 我是為正義去搗亂的 我們要推翻這個政權 他們的洗腦是這樣的 我們不信共產黨 我們不信中國 你們香港政府廢的 我要推翻這個政權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會想到他們多dedicate 整套武裝 原來我們後面有人資助 一些立法會議員 甚至貴為資深大律師 都告訴我們年輕人 有時暴力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那他就有樣學樣 就是這些混蛋 遺害我們香港社會 也都遺害我們香港社會的青年 暴力 他這些混蛋很聰明 所以做律師 我告訴你 真是聰明過鬼 我告訴你 不是欺騙你的 這些正是聰明人出口 笨人出手 你那些黑暴那些青年 要是拘捕又被人捕了 要是逃避就逃避 要是著草又著草 要是不知道怎樣 有些人自殺 你會看到 是以偏概全 你要看到暴力是說究竟用多少的暴力 他沒有說 你明白嗎? 拿著把刀可以叫做暴力 我用拳頭可以用暴力 其實吐口水也是叫做暴力 吐口水也是人事 你不知道 所以你的程度上,在他的演繹 他們很聰明 有時或者 這些就是律師的伎倆 你這一群年輕人,所謂的老筍也沒有關閉 聽到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你明白嗎? 我想今晚說出來的邏輯是這件事 我們清晰的人 我很清晰的,我自己覺得 怎樣? 有時 或可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所以有些事情,你要看到 看到什麼? 就是 游鬆不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他們的年輕人 就不會這麼咬紋著字去看 他們會想說 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他們想沒有這個法律責任 看到嗎? 有時 第一個Face 看到嗎? 大家 他們的律師 聰明過脫尾蛇 我告訴你 明白嗎? 大家明白嗎? 或可 這些就是律師的伎倆 你明白嗎? 如果你說 就著他這個言論 告他 我說有時 或可 假設性的事情 不是說沒得打 等於那個鴕鳥 他以為 我懷疑你收地產對錢 你說懷疑的字 以為你真的可以 逃出這個法網 那 這個重點 當然是 我律師說 不是一定的 不要以為覺得 我懷疑 真誠相信 怎樣怎樣怎樣 最終 拿出證據 給個官判 這是最簡單的 就是理解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 有時 或可 這些就是 害死我們的年青人 你看到的 他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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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麼 個伏線 在這裡 你明白嗎? 他這些擺明就是 推他 等於黃毓民 那時候說過一句 我很耐耳 是嗎? 有時 revolution 一定有流血的事情發生 你明白嗎? 是啊 Jim Duck 很典型的迷糊 不清說法 沒錯 有時 或可解決問題 這些是聰明的 我告訴你 這些事情 真的聰明 有時 有時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假設性的事情 但是你們這些傻子 即是那些年青人 我意思是老筍還沒生 十多歲 大家知道黑暴事件 十三、四歲都出來衝 你死不死 對嗎? 對 如果我問他 你餵什麼? 他可能不能回答我 你知不知道被人在利用 不是吧? 不是 有錢收的 不是 是的 我的同學說 如果我不出來的話 我簡直是沒有良心 我不是香港人 真的有人這樣說 因為群眾的壓力 你要看到的 一班人 一班 即是一個班房的人 可能三十多人 四十人 有些真的上了路 我們出去衝 還有錢 有東西派 等等 我不去了 你不是吧? 這些群眾的壓力 你不是真正的香港人 對嗎? 現在高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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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麼多的美國的跨國企業 包括 Bill Gates 包括 Eon Musk 包括 有一些其他的行長 甚至乎跨國公司的老闆 都開始排隊 去 請求習主席的接見 請求 請求 你來 我不是一定會見你的 OK? 你會看到 Bill Gates 他跟Bill Gates說 是今年第一個見的美國朋友 OK? 你要看到的一件事 其實他已經刮了美國人的巴 先後次序 當然 剛才我朋友已經說過 就是 布林肯 習近平也接見了 但是 前後問題 是嗎? 美國人是很蠢的 尤其是美國政府 我現在打你一巴 為什麼? 我是 接見你 Microsoft 所謂的 當然 他現在不是主席 是一個 Microsoft的 Founder 之後才去接見布林肯 你自己看到 代表什麼呢? 我這裡解釋給大家聽 代表 大家聽過加州獨立 大家都知道 其實 接下來的這一年 美國的經濟動盪到不得了 尤其是 我不開名 有一個聽眾在美國 在三藩市 我都說 你最好你就買下Live Kit 即是那些所謂的 逃生包 或者救命包 或者有餅乾 有罐頭 有水 有電筒 手動發電機 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 如果真的發動戰爭 打 什麼 打蛇打 多少寸 我都不知道 即是說 要打仗 他不會理你歐盟 這個是我自己的推測 他不會搞你歐盟 因為歐盟 大陸都知道 你基本上都是耳仔底 他基本上不用搞你日本和韓國 他擺明就是跟俄羅斯一起打你美國 其實很簡單 你要看到為什麼 為什麼標基少去 為什麼 Eon Mars 在上海的廠房上跳舞 打蛇打七寸 謝謝你 我一直在想 打蛇打什麼 大家記得 七寸 謝謝你 所以 國債的問題 共和黨和民主黨 國債上限的問題 都纏繞了兩三個星期 最後才是最最後一刻 才是 compromise 即是compromise 其實大家要知道 其實大家要知道 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一直有爭拗 但是一些企業 其實我之前說過 例如Eon Mars 為什麼上海設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就是Tesla的廠房 他們有軟件 現在Bill Gates說 我會帶AI過來 我會帶AI過來 去和你們中國合作一些東西 是不是不要緊 This is not the main point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有些人 我看了一些國內的報道 有些人說 會不會投奔共產黨 這個實在太過重口味一些 或者太過極端一些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連他們這些人 即是跨國的媒體也好 公司也好 銀行也好 美國那些 不信他們政府 你要看到 這次其實我為什麼不發聲 我看習主席說什麼 直到看Bill Gates說什麼 習主席強調 中美關係的根基建立什麼 建立在民間 大家要知道 美國的政府 即使到Joe Biden 都不是Joe Biden去控制 都是後面的猶太佬 現在說的 他們一群有錢人 或者跨國公司 飛來中國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 不如開個辦公室 大一點 不要緊 我沒所謂 他們都知道 美國已經事日無多 我說真的 這件事 習主席說了三年半 這是我第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只會給你們 美國政府 他不接見 或者第二次 Bill Gates走了 我才接見你布林肯 你自己想想 還要 像彭斯那些 其他官員 打算排隊去見習主席 你浪費氣 他們說的 美國 《New York Times》 我今天 我沒有截圖 有說過的 就是他們 美國政府 是 encourage 那些官員 多些外訪中國 我們一定見你的 我們習主席一定見你的 你先黏著